你好 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 周海妹 还有这个叶子梅 这也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 另外呢就是周海妹的 这个突然离世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现象 简单聊聊 先说呢周海妹呢 是我们那个年龄段的 男孩子啊喜欢的 一个女明星因为她今年50多岁 所以在她20多岁 左右在 这个TVB啊拍那些影视剧 的时候在内地的像我们 这些中学生男孩子 那确实是在电视上看到 美女啊而且是 算是第一代跟周慧敏 他们我们觉得算是 第一代的玉女吧 就是宝玉的玉美玉的玉 不是欲望的玉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对我来说呢周海妹呢 好像没有特别多印象深的作品啊 实话实说 我觉得印象就是那个意不容情 而且那意不容情里印象最深的是 温兆伦那个角色啊 因为他演得很坏 而且呢确实深入人心的那种坏啊 还有黄日华吧大概是啊 就是那剧情呢也比较跌宕起伏啊 那算是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代港剧 周海妹在里面还不是主演 反正有印象 主题歌一生何求啊 那是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回忆啊 一生何求 那毫无疑问 非常有影响力的一首粤语歌 陈百强唱的啊 所以呢 那我的对周海妹的印象也就在这儿 也觉得是一个挺漂亮的啊 一个女演员啊 仅此而已 没有像追星啊那种感觉 我身边有男同学 当年啊 有男同学是喜欢的啊 非常喜欢 因为呢 当时上学呢 就是有自己啊 要对号入座啊 选一个自己的偶像明星 男孩喜欢女明星 女孩喜欢男明星 然后买那个贴纸啊 贴在这个书屏上啊 贴在什么什么这个这个 铅笔盒啊 书包上面啊 就这样啊 周海妹呢 算是挺漂亮 挺青春的啊 就是男孩那阵 也没什么感觉 觉得漂亮 我就喜欢啊 他他演什么不重要 反正就是漂亮 就这么这样 呃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呢 也可以提一下啊 就是叶子梅 叶子梅呢 算是叫育女啊 就是欲望的育 其实他人家不是那样啊 但是影评上啊 电视啊 影视剧上 创造的那种形象 给人感觉呢 就是滑平 非常滑平 而且呢 就身材非常火辣啊 就是非常 呃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凹凸有致吧 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啊 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身体特征啊 所以呢 大家 呦男孩子 我天哪 眼球都掉下来了 看啊 所以呢 这个叶子梅呢 最近在 社交媒体上 也是 有一个照片啊 她的朋友 跟她拍的 在香港好像有个什么party活动 其实我一看那照片呢 也突然一惊 哎呦 这个 这谁呀 这是 倒半天 哦 人家下边有网友留言 叶子梅 哦 叶子梅长成这样了啊 然后把她身体特征最明显的部位看 哦 好像也有点变化啊 所以呢 就是说 她这个啊 周海妹也好 叶子梅也好 我觉得 算是我们这一代 男孩子 当时有印象的香港女明星 好像他们俩 岁数也差不多吧 那么 通过 在社交媒体上 突然看到他们的消息 我觉得也是一种 感慨啊 就是 像我们这种中年人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去 关心 关注 我们年轻的时候 喜欢的男明星 女明星的动态 进展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有没有在拍戏 有没有 就没有原来那种冲动啊 呀 喜欢啊 他喜欢什么颜色 他爱吃甜 爱吃辣 头发身高多少 体重多少 他们这个那个 跟他有关的所有东西 都得追星足 现在我相信很多人 你年轻的时候的偶像 现在再干嘛 你可能都不太注意 有兴趣的 你可以去查查啊 我特别佩服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哥们啊 从上中学的时候 就喜欢 日本东京爱情故事 那里的女主角 丽湘 丽湘的那个女演员叫什么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丽湘的那个女演员 哎呀 今天我们的哥们 哥们我想都 我们都四十多岁了 四十五岁了 到现在还非常迷恋 那个女演员 他在这个ins上面啊 facebook上面 追踪人家的动态 说前几年 他跟那个演丸子 丸子的那个男主角 又两个人又拍了一个什么剧 他在那里死丁 他就喜欢那女主角 喜欢了一辈子 到现在还喜欢 哎呀 我觉得我也挺佩服 我觉得这是一种 特别难得的情怀 你还能够这样的 有一种感情的寄托 有一种喜欢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这真是挺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身边已经 中年 人到中年 已经很少关心他们了 其实我想说一个重点呢 是一个独居者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有过体会 周海妹这个事呢 最近她的这个病例呢 也被这个国内那个医院呢 什么顺医中医院 什么什么哪个分院吧 哎 给人曝光了 这个挺不够揍的啊 这不太合适 这个 这你不应该给人曝光 违法 首先说是违法 但是从道德上来讲呢 你也不应该 人都不在了 你把人家这个临终的各种细节拍出来 这个东西 他又不是那种政治人物 他本身是个这种明星啊 尤其是个女明星 你这个真的就有点不妥啊 不合适你这样的啊 就是爱美了一辈子啊 就是喜欢自己美美的样子 一辈子你最后把人家整个的这个细节都爆出来 这个有点过分啊 我特别觉得理解那些网友的愤怒啊 这个独居者确实是一个问题 上个月大家记得 老友记的那个男演员马修也是自己在家 在浴缸里面 出了事故啊 呃 这个死亡 也是独居一个人 很多年以前 侯岳文 郭德纲的师傅 也是自己啊 在这个别墅里面 玫瑰园别墅 也是第二天别人去找他 才发现又死在家里面了 所以这种独居者呢 其实确实他有非常严重的这种障碍 就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可能及时的自我反应 我觉得我当时发生过那事情还能 这个及时反应 你包括还有一个我想到的 梁左 就是写那个写相上啊 写我爱我家那个梁天他哥 也是独居啊 也是自最后人没了 才被发现呢 然后呢 这个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报道 就关于独居的啊 就说 在很多的社会调查当中发现 呃 关于独居者遇到的困难 排名第一的 就是这些独居者自己回答 他们排名第一的回答 就是遇到突发的疾病 受伤等意外情况 一个人处理不了 这是他们排名第一的啊 这个我是有体会的 而且现在来说呢 中国很多的独居老人 非常多 我们家也是一样啊 我们家 我岳母就是在北京独居啊 一个人 老太太一个人 所以呢 我们就每天保持跟他联系 再有一个呢 现在也有很多的科技设备 你像美国也有一些产品 中国也有一些产品 并不复杂 就紧急呼叫的那种东西 有的是戴在手表上的 Apple Watch 还有是挂在胸前的也有啊 就是你 他一出以外 直接一按 别人就知道 哎 你怎么回事 呼叫不到你的时候 如果你家里也有摄像头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他 在什么位置 怎么个情况 然后你还可以通过定位 知道是怎么样 然后你找周围邻居赶快过去 你身边 这个东西呢 是需要提前做这种预警啊 身边的邻居啊 亲友离他不远 那你要做一个预案 如果他在家突然摔倒了 哎 他自己也报警了 那么谁能第一时间去 要是在谁手里 怎么能够进门找到他 你能不能通过哪些方法 你得有这个预案啊 这是应该有的 再有一个呢 像这种独居 我自己当时的情况呢 就是我突然觉得不舒服 而且持续的我自己解决不了 我自己 而且你持续的心跳加速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在家自己 我在迈阿密住房 我自己 然后呢 那一段时间呢 也比较疲劳 然后晚上躺在床上 要洗完澡要睡觉了 就觉得心跳的快 蹬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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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蹬 跳快 我觉得可能是天热 还是什么原因 后来越来越 跳的很快啊 就很紧张 又出嘘汗 我觉得比较危险 现在就要赶快联系人 打电话 通知我的朋友 告诉他们 而且当时我在迈阿密的时候啊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都不知道我国内亲属的联系方式 也就是我 当时如果死在那的话 他们临时通知都比较麻烦 他找不着这个 这个 那这有没有微信 好像刚开始有微信 还没有微信呢 没有微信啊 有电话 然后有电话呢 你这玩意儿 他也不方便呢 反正呢 就是这种方式不方便 所以当时我赶紧 我就觉得心跳不好 我就打电话 给我的朋友 说你得叫救护车 我说不行 我这感觉很紧张 因为你越跳的快 你就越紧张嘛 然后人家救护车来了 我的朋友也赶来了 然后我在里屋 从地上爬到门前 因为你自己在家 所以如果你还能动的话 还好 你如果说你到不了门口的话呢 再敲几次呢 他们就要撞门进来了 就觉得你肯定是 自己失去这个自知能力了啊 所以他会闯进来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独居者是一个这个问题啊 这个东西呢 需要你自己做一些解决的预案 一些准备的方法 我身边有很多生活在美国的朋友啊 像我一样 中年人自己在美国打拼的 有很多非常多 租房子呀 什么的租一个小屋啊 而且你有的时候租房子吧 房东可能几天都不打扰你 你比如说你在人家地下室租个房子 我也住过地下室 你租个什么 他可能几天都不下来打 他有时候他去打工 他工作 他也不知道你这几天 回来没回来去哪 人家不问 也不动你这屋 可能你真出了问题 可能才会发现你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独居者 你必须要身边啊 有联系人 你能够快速联系的这些人群 你也要随时知道 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身边好几个啊 还有年龄比我大的 六七十的老大哥 自己一个人住一个大 single house里面啊 也有那种问题 所以呢 这是要要要要注意的啊 那么孤独啊 其实美国来说呢 孤独 享受独居 这其实呢 跟孤独呢 是两个问题 独居呢 是自己生活 可能跟你的心态 没什么关系 你这人很乐观 也愿意交友 交朋友 但是你并没有孤独感 但是有的人 是有孤独感的 孤独感 其实独居 也是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 他常年自己生活 他独惯了 他也不跟外界交流 然后呢 他就会形成这种孤独感 孤独感 有孤独感之后 就会形成心理障碍 就会有自杀形象 和身体疾病 那么孤独的一些迹象 美国的news us news上面 有一些新闻 我觉得 我想把这链接 放在我视频的说明区 大家也可以了解了解 因为我平时 比较爱看这些东西啊 孤独的一些迹象呢 就是比如 对活动兴趣下降 你平时的兴趣爱好 你不愿去了 然后第二呢 注意力不集中 你这个人就恍惚 这可能就是 你心里有问题了 有孤独感了 情绪波动 缺乏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缺乏 是一个严重的 就是你身边没什么朋友 你也 这人也不交往 也不走动 亲戚远在这个中国 或者说在其他国家 或者在外洲 所以呢 你缺乏这种 这种东西啊 缺乏亲密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过度依赖技术 比如说你 这是一个 呃 在电脑吧 这种做这种事情的啊 然后孤独的原因 也有很多 比如酗酒 吸毒 抑郁 悲伤啊 这个毒 毒居啊 是一个原因 毒居 毒居者 会有这种 孤独症的比例 大于 大于这种正常人 呃 而且在美国2020年的调查数据来看 在全美国有27.6%的家庭是独居者 就是说他比如说就一个老头 就一个老太太 或者就我就是一个个人 这种他们做的调查独居者的这个家庭呢 就是在一个house里面 在一个屋檐下 在一个呃 有卫生间 有厨房 有这么一个居住单位的这么一个环境下的 就是叫一个家庭啊 这是他们报税也是这么算的啊 所以在美国有27.6%啊 所以这是很高的啊 由于孤独会引发的 比如说心脏病 神经系统 过早死亡 睡眠障碍 免疫系统减弱 这个周海媚就属于免疫系统减弱啊 他那个红斑狼疮是一个问题的 那么还有很多啊 如何对抗孤独呢 有很多了 加深关系啊 什么爱自己 领养宠物 寻求帮助 积极锻炼 有很多 我想把这个链接呢 放在我的视频说明区 我身边就有很多独居的朋友 慢慢慢慢 他自己不知不觉的 他就会有这种孤独感 他也沉浸于这种孤独 他就是 也并不觉得 我这怎么样 但是他慢慢是习惯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就是一种孤独感啊 我身边那个 我旁边的有邻居啊 我说过我们的邻居老太太 七十多岁 他自己也确实发现 他有这个问题 就是独居老人啊 他就自己住 他自己在家里摔伤的时候 就是叫我太太和我 我开车送他去医院 因为我们是他的邻居 离他很近 所以他也知道 确实他自己 一个人生活是个问题 我们这邻居老太太 他的儿子 离他最近的一个儿子 开车到这四个小时 住在这个Verdinia Tech 就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那一带 然后呢 他自己也说 他现在身体还行 他现在还能工作 他七十多岁 但是他说 他可能要在年龄大 他就搬到 离他儿子近的地方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 全球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独居者 你不管是老人 还是中青年人吧 你身边应该有这种预警模式 你应该有一个预警方案 就是我自己突然不舒服了 我突然有什么问题了 我突然需要急救 需要帮助了 那么你有哪些方法 技术手段 你身边有哪些 能够马上呼叫你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自己也发生过 我自己发生过 有一次呢 在这个在Miami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是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呢 找不着我们家了 因为我住那公寓啊 住三层那个公寓啊 你想喝多多 三层公寓 我那三层公寓是外走廊的 因为那边是棕櫚树嘛 热带 有电梯啊 但是我一般就走楼梯上去 然后走楼梯上去 这个也不对 那个也不对 越走越迷糊 越走越迷糊 喝了很多酒 然后邦当就找个篮盆 就睡着了 然后大概也睡了一会儿 睡了一会儿 然后就邻居把我耗起来 邻居 帮帮帮帮帮帮帮 给我拍起来 我睁眼 酒劲 那个严重那酒劲过去了 我说那屋的 然后他看着我 然后开门 然后你小心 你要注意安全 那也是半夜啊 那也是半夜 所以你独居者呢 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所以这也是一个隐患吧 好吧 今天聊聊 然后看到这个周海妹的这个新闻 包括叶子梅啊 其实真的是我们这一代 其实是男孩子啊 男孩子一个青春回忆吧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